字幕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聽到聲音嗎 聽到聲音幫我按個加1 嗨小樹 好太好了 聽到聲音齁 好嘞 好 上個禮拜沒有直播結果呢 才經過兩個禮拜的時間這個黃金的價格 就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說的東西 主要還是在於說這個禮拜的這個 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其實從這個月開始 其實我不管是非農也好 ADP 就業數據也好 其實我認為這些數據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經驗之處 那當然其實非農的數據非常的好 就他們的整個就業人口是大幅度的上升 ATP就業數據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代表說我們先奠定一個重要的基礎 就是說 美國這一波的整個就業勞動人口 其實是非常非常充裕 非常非常充分 就是整個就整個就業市場來講 其實是非常好的 因為其實景氣的衰退與否 其實從就業市場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來 就好比過去我們台灣2008年 那個雷曼兄弟金融風暴的時候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很多人科技業 尤其是科技業都放五星價嘛 對不對 就是都沒有 都沒有薪水可以拿 那現在從 這個就業人口很多的情況來講 代表說 現在是整個市場是 蓬勃發展 欣欣向榮的一個樣子 所以我們先從一個基礎的一個狀態來看 其實美國的整個就業市場 是相當相當的好 從這個ADP就業數據 跟非農就業人口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今天還會再 重複的再review一次 就是我們這個禮拜的這個 事業金的申請人數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說了 美國的整個就業市場 是非常好的情況來講 那到底這一 這個禮拜的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包括昨天 的這個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到底是呈現 怎麼樣子的一個變化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好 等一下我來看一下 各位是不是看到畫面 因為最近換電腦 整個東西都重新整理 好 來杯 應該是對的 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其實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我們先看一下上面 上面的這個表格 是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下面這個表格是 核心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那這兩個數據的差別 只不過就是把能源跟食品的這個 物價水準把它剔除掉 剔除掉 OK 那核心的部分就是把能源跟食品的 價格剔除掉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核心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那其實這一次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所公布出來的數據 其實相較於上一期 往上提升的0.3個百分點 那基本上來講其實代表就是說 這一波的整個通膨的狀態來講 其實並沒有繼續往下 並沒有繼續往下 而且還有微幅的向上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要講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其實我們可以說 是因為這一波 從這個月 從上個月到現在來講 應該講說 從上上個月到上個月的過程之中 其實原油的價格都是持續性的 慢慢的在走高 從上上一個月原油的價格 大約是在70塊錢左右的一個水準 直到目前現在原油已經來到了90塊錢左右的一個水準 所以其實原油的價格往上漲 肯定會帶動這個通膨膨脹往上的 其實我在上一次的直播 我就有講到這一點 應該講說前兩次啦 我忘記是哪一次有講到 但是我又講到這個重點 所以這一波的通膨其實是向上的 那當然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這個原油的價格是向上 那我們來看一下 把原油跟食品的價格剔除掉的CPI消費者 核心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次公布出來的數值是3.8 相較於上一期3月12號公布出來的數據 也是維持在3.8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這點可以看得出來 通膨並沒有往上 通膨並沒有往上 那主要CPI的這個趴數會往上 主要原因是因為原油 可是從這一點其實我們也必須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看從美國停止 從美國停止升息以來 從美國停止升息以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從去年2023的5月 那個時間點開始往上看 看到6月13 7月12 你會發現在過去 在有持續升息的一個情況來講 其實通膨的CPI的下降的幅度其實是很明顯的 其實是很明顯的 這個下降的幅度甚至最高一口氣 下降的0.5%的水準 可是隨著從去年的年底左右的一個時間 到現在目前為止 這個升息並沒有在向上升息的情況 其實你會發現通膨似乎下降降的非常的慢 下降降的非常慢 其實代表就是說 這一波的通膨其實 在這個美元停止升息的情況之下 這個通膨的壓制其實顯得 顯得這個力道其實有一點是不足夠的 顯得是有一點不足夠的 所以其實從這個部分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最近其實很多人都在講說 美國到底是不是在6月會升息 還是7月會升息 可是從這一波的整個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其實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一件事情是 這一波通膨沒有因為停止升息 並沒有停止升息而下跌下去 那如果通膨沒有下去的情況來講 那你就不要去想 什麼時候會降息的問題了 這個邏輯很重要 那這個也是最近在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公佈出來 其實就會有很多的經濟學者就說 這個已經不是什麼時候要降息的問題 而是今年可能根本不會降息 甚至有可能降息也是今年9月甚至12月左右的事情 所以其實按照過去的兩三個月的這個通膨 其實我看它持續是有在往下修的一個情況 其實我個人也還蠻熱觀 這一波的這個通膨會下修 然後有可能在今年的6月甚至7月的部分 就可能會展開第一波的降息行動 可是從這個月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公佈出來 竟然是維持不動 甚至就是核心部分是維持不動 甚至就是核心部分是維持不動 然後CPI的部分是竟然是向上漲的情況 我認為這一波的整個降息的時間點 肯定會大大的延後 那甚至按照這個TEMPO來看 我覺得你看我們仔細觀察一件事情 從去年的10月開始 去年的10月12號的核心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其實還在4.1% 可是從去年這個時間點已經差不多停止升息了 那你看停止升息之後平均每隔一個月 也只不過微幅的向下跌0.1% 那如果我們就把我們就樂觀一點 期待說它每一個月都跌個0.1% 那按照現在是3.8%的一個水準 每個月跌個0.1% 跌到美聯儲所認同的2%的水準 那至少還要在18個月的時間 18個月的時間 那更何況其實你看 從這個月4月跟上一個月3月 其實它根本沒有下跌 所以肯定代表說這一波的整個通膨的壓制 其實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再來的更漫長 那當這一波的通膨並沒有下修下去的情況來講 那美聯儲它就只會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我繼續維持現在的利率水準 直到通膨跌到我要的水準 我要的2% 對不對 就是維持我不升息 可是我也不降息 我就是維持現在的利率水準 直到CPI下去 這是第一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就是比較激進 就是我為了要讓CPI快點下去 所以我決定再繼續升息 那到底美聯儲有沒有可能會升息 其實最近這一兩天 確實是有看到少許的美聯儲的官員有放話 講說可能還要再升息的可能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 如果這一波的利率不往下走的話 就是不降息的話 那代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美債的殖利率應該會居高不下 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下美債殖利率 其實美債殖利率在這一週的CPI跟PPI公佈之後 美債殖利率是往上漲的 往上漲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這幾期這半年多以來 很多同學在問我美債 我都是投反對票的原因 甚至我是很保守的跟各位講說 你們先不要再去加碼買美債 因為美債的價格是不會漲 因為主要是因為現代的利息環境 不可能很快的降 那不可能很快的降的情況之下 美債的價格它就會維持在一個低點 甚至再繼續往下跌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整個邏輯 這樣講起來其實你們就會清楚許多 好那再來 我們再看一下昨天晚上公佈的這個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 這個生產者物價指數主要是在講說 我的生產成本到底是上漲還是下跌 那上面的主要是PPI就是一樣 沒有剔除掉 沒有剔除掉能源跟食品的價格 那下面的核心PPI一樣是剔除掉的 能源跟食品的價格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光PPI我們先看上面PPI 這個月公佈出來的數值是2.1 上一次是1.6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生產成本往上漲了 生產成本往上漲了 那扣除掉能源的部分呢 依然也是往上漲 上一次是2.0 這一次是2.4 所以其實這一波的通膨 感覺有一點點死灰富然的感覺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依然還是通膨很嚴重 所以這也帶動了黃金的價格怎麼樣 往上衝 這樣知道嗎 因為美元基本上來講 在通膨的情況下 代表說美元是貨幣的價格是往下的 代表貨幣的價格是往下的 通膨的意思各位應該都清楚 通膨的意思就是貨幣的購買力是下降的 當貨幣的購買力是下降的時候 原本一碗牛肉麵我只要花100塊錢 可是因為貨幣的購買力下降 因為通膨的關係 導致我一碗牛肉麵可能得要花150塊 甚至是200塊 我才買得起這碗牛肉麵 所以呢 從源頭生產者物價指數 它的生產成本是上升的情況之下 那就會使著這個銷售成本怎麼樣上升 那銷售成本一上升的時候 售價就會拉高 那售價一拉高消費者的物價指數 就是我們消費者必須要去購買的這個金額就會變多 那現在的通膨其實最害怕最害怕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已經是成為所謂不可逆的一個結構 什麼意思就是我薪資我就是一個月給你45000 那我給了你45000 你就擁有45000 薪水的購買力對不對 那當物價水準是提升的情況之下 老闆就必須要再給你加薪 那給你加薪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成為47000 48000 甚至5萬的薪水 那你就會有5萬的購買力 所以你就會有5萬的購買力去支撐這個物價的水準 所以當這個東西就成為一個結構性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那這一波的通膨要下降下去 其實必須要花九牛二虎之力 或者是出現一個所謂的百年經濟大蕭條 才有可能把這個通膨壓下去 或者是說要發生類似像2020年3月COVID-19那樣子的一個情況 才有可能把這波的通膨膨脹壓制下去 所以這也導致了黃金的價格 在最近從上個禮拜 我直播我還在講 這個黃金會看到2270 最後會看到2320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今天直播的時候 黃金已經看到了2400的一個價格 所以這一波的一個狀態來講 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而且我也很明顯的感受到錢 越用越薄的感覺 就是你的錢的購買力其實越買 人買到的東西不多了 我相信各位在民間的消費 其實都可以感受的到 我都可以感受到 你看整幾何時 一片雞排45塊 到現在一個雞排竟然要110塊 雞排110塊 我覺得這個價格有點詭異 雞排110塊是什麼概念 那雞排110塊 那雞腿便當勒 好奇怪 雞腿便當也肯定要破百 所以這個價格我覺得它已經有點回不去了 已經有點回不去了 那再來 當這個物價水準跟消費水準都是升高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能維持這樣子的一個水準就講回到我剛才講的整個市場的就業狀況 到底能不能去支撐這個物價水準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消費者物價這個失業金申請人數 你看喔 這個禮拜的失業金申請人數 依然是維持在21萬的一個低點 已經連續差不多一年以上一年多以上的時間 消費者物價這個失業金申請人數都是維持在20萬左右的一個水準 代表說美國現在只要你願意幹你不會失業啊 只要你願意幹你不會失業啊 這樣知道嗎 OK 那這些20幾萬代表說他想幹他沒辦法幹 對不對 Maybe他可能是有受傷 或是他年紀大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原因 導致他沒辦法 沒辦法去工作 可是這樣子沒辦法工作的人口卻都沒有明顯的上升 代表說美國的就業市場很好 代表人人有工作可以做 人人有薪水可以領 也就是因為人人有薪水可以領 領的薪水也還不錯 所以就繼續支撐了這樣子的一個物價水準 導致現在的物價水準要下去怎麼樣 變得很不容易 所以現在的物價水準並不是說 美聯儲繼續維持現在的一個利率水平 就可以辦法把這個物價水準往下壓 我認為再激進一點 如果今天我是美聯儲的主席 我是包圍了我肯定會繼續升息 哈哈哈哈 希望升息嗎 OK 好那當然這個我並不是美聯儲主席 所以我講的是沒有用的 但是呢我認為在目前我所看到的一個 種種的數據的跡象 我說真的有沒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 產生再升息一碼到兩碼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耶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高利息環境 可能要維持的時間點 我目前現在來看 我覺得按照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我們現在是維持現在的利率水平 平均每一個月只不過下降0.1%的消費者物價水準 那代表說我要從現在的3.8%降到美聯儲所認定的2% 最快的速度至少要18個月喔 最快速度至少18個月喔 那當然18個月到底這樣子的一個經濟 市場有沒有辦法支撐18個月這樣子的一個利率水平 我不知道喔 因為之前就有美聯儲的觀影就說 現在的利率水準其實對於很多的企業來講 其實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他講的這句話也同時證明了一件事情 這樣子的一個高利率水準其實是不正常的 是不正常的 只不過現在因為有很好很好的就業環境 所以能去支撐這樣子的一個高利率市場 可是如果一旦發生了任何的萬一 導致就業市場發生了任何的損傷 那這樣子的一個高利率隨時隨地 都有可能把整個經濟市場壓垮 這就是美聯儲他們一直在看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這一波的一個狀態來講 到底是要用金融風暴的方式 來把這一波快速做一個洗盤 還是說就跟他拼18個月 那當然18個月是最快喔 我們預估18個月是最快喔 那有的時候可能還不降 那至少會兩年以上的時間喔 所以代表說現在如果沒有任何的萬一的話 那現在的美債殖利率肯定會維持現在的一個狀態 甚至是往上走 那美債殖利率往上走或是維持現在的狀態 代表美債的價格就不會往上 這樣知道嗎 因為美債的價格跟美債的殖利率是成反向 如果美債的殖利率是往下 那當然美債的價格才往上走 所以現在很多人滿手美債 包括這一波很多人去買美債 從這些經濟數據看起來 你還會覺得現在是買美債的買點嗎 我現在不知道喔 但至少我肯定確定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等美債的價格漲上去 你不等個半年一年甚至兩年以上的時間 我認為它是不會漲上去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美債的殖利率狀態 你看我們來看一下十年期的美債殖利率 美債殖利率十年期的 你看從上一個月 三月月底的時候我們那次的直播 那個時候的美債殖利率感覺好像是要往下 結果沒想到這個月 經過了ADP 非農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包括昨天的PPI 昨天的PPI 其實這個美債殖利率是一波一波的往上 一波一波往上 那代表現在的美債價格肯定是往下跌的 肯定是往下跌的 那當然 我來看看00940應該是往下 00940果然是往下 不用懷疑了 這個肯定就是往下 所以呢這個整個狀態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 小心點吧 好不好這一波到底是割韭菜 還是 還是真的是雞犬勝天 咱們再一步一步看下去 可是我認為 這一波的整個債券市場 短期間絕對不會好 再加上說如果日本走升息的話 我們前兩期的直播我就講到 如果日本真的往升息的 這個方向去走的話 那代表市場上會有更多人去拋售美債 把錢拿去還給日本 所以美債的價格肯定不會再好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波 明明美債的殖利率這麼的高 可是為什麼卻不受到 市場上主力的群賴的原因是這樣子 即便是像巴菲特這樣子的一個投資者 他竟然也只買所謂的短期美債 他不買長期的美債 代表說長期的美債的部分 他認為現在還不是一個正確的切入點 老八可是算得非常的精 這樣知道嗎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整個石盤的一個解析 好 當然黃金的價格當然是大家眾所接 這是大家眾所討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商品 因為黃金的這個行情真的是太誇張了 我真的說這太誇張了 真的太誇張了 套黃國昌的一句話 黃國昌就說太誇張了 是不是 他長得太誇張了 而且呢 他破了再破 破了再破 所有的滿足點都破 那當然 現在黃金現在已經看到了2394 黃金現在已經看到2400的一個價格 2400的一個價格 那你說他如果再往上的話呢 對我跟你講如果他再往上的話 下一個價位是2430 下一個價位是2430 在下一個價位就比較遠一點了 在下一個價位就是2530 一個是2430 一個是2530 這兩個價位很誇張 中間差了100斤價 中間差了100斤價 那本來呢 我是預期在昨天 我覺得我是預期說 黃金應該要進入盤整 我認為黃金他還是會有機會往上漲 可是我認為黃金應該要盤整完之後再上去 結果沒想到 他不盤整 他就繼續上去 那這一波走的讓我感覺 有一點像是在趕火車 趕火車 感覺後面好像有什麼事情 所以他在趕火車 這樣知道嗎 OK 那到底後面會 是不是因為要出現金融風暴 所以他在趕火車 我不知道 但是 他就是在趕火車 那現在目前往上漲 那基本上我想下一個滿足點是2430 再往下一個滿足點就是2530 這是黃金 未來會看到的一個價格的可能 那當然這個前提是 他確定是真的走多頭再上去 所以目前現在的一個價位來講 其實你問我說 SKY你敢不敢 你既然預測了2430跟2530 那你會在這邊做多嗎 我必須講 現在黃金的這整個一個漲法 讓我完全找不到一個可以切入進去的位置 這也是為什麼我廠上都是空空空空的沒有下單的原因 而且也不瞞各位講 最近我去空了黃金 我覺得他已經漲夠多了 我去空了他我還是被嘎 所以黃金這一波真的是很狂 我跟你講真的很狂 那當然也恭喜有做多賺到錢的同學 我最近我今天跟昨天就看到群組好多同學做多賺好多錢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我必須講 這一波做多的同學是厲害的 那當然我也很佩服你們的勇氣 我必須這麼說 這就是黃金的一個多頭一個情況 好那上一次的直播 其實我就有特別去嚴重的警告 比特幣的部分 不要再去做多 因為比特幣現在進入盤整 我是不是講 他進入盤整 那預計比特幣這一波應該會 基本上這一整個月都會有機會是進入盤整的一個情況 所以比特幣的部分 先暫時性的不用去管他 好不好 先暫時性的不用去管他 好不好 這是比特幣的情況 因為現在也看不出漲跟跌 所以你現在去做 我覺得不是一個對的時機點 有趨勢出來再說吧 好 那再來一個是日幣的部分 日幣的部分其實就我講了 我之前就講 日幣的部分會看到153 接近154的價位 對不對 那果不其然 他最後也還是漲上來了 雖然他最後是前兩天是直接一根噴上去 這根是直接噴了1600點 1600小點 1600小點 噴上去 那現在目前這兩三天所看到的一個 最高的價位已經來到153.385 153.385 那我認為接近154的價格 例如說是 不是例如 153.9 153.8 這個數字是會看到的 是會看到的 那當然其實 也已經幾乎幾乎一敗一敗了 已經幾乎一敗一敗了 所以呢 這個 這個美元噸日幣的部分來講 如果在之前有看直播 有做多的同學 我認為現在是應該要下車而不是上車了 好不好 所以呢這個是 美元對日幣的部分 已經差不多到我們講的滿足點了 好 那再來上市的這個 道琼的部分 我們上市直播說道琼差不多是走到這個位置 就是我垂直線畫的這個位置 當時我有講說道琼不要再去追了 因為我看他已經上漲無力 那果不其然 在這一兩個禮拜的交易日 其實道琼是往下跌下來的 那道琼目前現在來看的話呢 三萬八 三萬八 三萬八千二 應該要說三萬八千一好了 三萬八千一 三萬八千一是他一個 多空的一個生命線 三萬八千一如果跌破的話呢 他會很快的就看到 這個三萬六 接近三萬 三萬七接近三萬六的位置 就是三萬七的一個整數關卡 就是三萬八千一如果他跌破的話 他會有機會看到三萬七的一個整數關卡 那當然就看他現在怎麼走 所以關注一下三萬八千一有沒有破 這樣知道嗎 那今天感覺已經有點挑戰三萬八千一的一個 這個這個的一個關卡了 所以這個叫 這幾間道琼可以留意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情況 好不好 這是道琼的部分 好 那台子琼其實之前也講了 就是也一樣掌不上去 他跟道琼的tempo是一樣的 所以呢台子琼也最近就不要再去做多了 那我認為手頭上包括前幾次 前兩三期就是直播同學問股票的部分 其實發現大多數的股票都已經到高點 所以呢 股票的部分 建議各位可以在這個時候 去做一個這個逢高出清的動作 好不好 現在不是進場的時候 現在是下車的時候 好吧 我再強調一次 好 那圓圓的部分呢 圓圓的部分其實在上一個禮拜 其實大概看到接近90的一個價位 看到今天90價位 那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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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拜預計是盤正 那當然如果他下一個禮拜再往上衝的話 下一個禮拜再往上衝的話 那就會看到90了 就會看到90了 所以這個圓圓的部分再留意一下吧 但我覺得圓圓並不是這麼好做 我覺得圓圓並不是這麼好做 因為他最近就是 就是他的上下刷的幅度很大 然後趨勢並不明顯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覺得圓圓就是看看就好 好不好 圓圓看看就好 好 那這個就石盤解析到這邊 來接下來給各位問問題 好不好 來給各位問問題 那有沒有問題要問的 迷之微笑是什麼 好同學說 想請問那斯達克跟標普500 他覺得說這兩個 這兩個指數比較抗跌 那如果道琼下去的話 這兩個指數也會下去嗎 通常都會 他們三個一起上會一起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斯達克的 大斯達克的行情好了 好不好 那斯達克現在是進入盤整的 他上不去了 那畢竟道琼的全值比較 這個數字是比較大的 那他上下的空間也會變得比較大 那那斯達克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已經進入盤整了 他已經沒有方向了 已經沒有方向了 那道琼其實現在也沒有方向 如果以短線來講 他也沒有方向 那只是只要關注說 這個道琼38,000億也沒有破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認為 我認為道琼他不會這麼快的 38,000億就破 我認為他還是會有機會再拉回 接近39,000 甚至39,000以上的數字 盤整完之後才會下來 所以呢 道琼目前來看 如果你說現在是頭部的一個高點的話 那我認為 這一波道琼也必須要再花一些時間盤整才會下來 所以呢 耐心的等待總是會有機會得到甜美的果實 所以呢 這個部分來講先不要去照鏡 這樣知道嗎 那那斯達克的部分來講 我認為現在短線也沒有操作的空間 所以先不用去看 那當然如果要是確定往下的話 那肯定他們三個會一起下去的 他們是三兄弟嘛 這樣知道嗎 OK 好 再來請問白銀有目標價嗎 好我們來看看白銀 白銀的部分 天啊 好 這個白銀真的很狂 白銀跟黃金一樣狂 白銀的部分 有目標價 大概就30.2 30.2 30.2 好30.2 白銀的目標價30.2 好30.2 好不好 30.2 如果往上漲的話 30.2 那30.2你可以做為一個挺利 當然如果你在手頭上已經有多單的話 好 那並不是要你現在去做多 好 不是現在做多 好 如果他有下來的話 你可以考慮逢低馬進 等他到30.2 但是並不是現在29塊就去做他 好不好 我要把話講清楚 那如果跌破28.3的話 你就要挺損 好吧 那當然接近28.3就是你做多的一個好機會 好吧 28.3是一個做多的好機會 這就是我對白銀的看法 好 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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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看英鎊 英鎊 英鎊 英鎊現在真的沒有方向 英鎊現在真的沒有方向 這個英鎊現在沒有方向 先不要去做他好不好 他沒有方向 他會在一個區間一直上下刷 好不好 他的區間在這邊 蠻大的一個區間 他現在沒有方向 英鎊 英鎊先不要做好不好 沒有方向 我沒辦法給你方向 OK 好 再來 請問台幣對美金看到哪裡 台幣對美金看到哪裡 台幣對美金 其實台灣對美金其實基本上來講 台灣的央行都有在控 那按照目前現在的美元指數的一個價格 按照現在目前美元指數的價格 現在台幣對美金 應該差不多要看到接近33 差不多要看到接近33 我現在看台幣對美金多少錢 我看台幣對美金現在多少錢 台幣美金 哎呀怎麼才做31塊 這個不太對吧 等一下我來看一下台灣銀行的告白匯率 差不多啦 接近32 集集汇率32 对啊32啊 对啊 现在美元指数往上涨 其实现在应该要看到接近30 至少看到30 接近33 接近看到33 那现在的美元指数的情况来讲 还是 它也到了一个高点 差不多到接近33 好不好 目前短线来看的话 我觉得现在能看到的数字 接近33 例如说你现在能 如果你因为美建银行的汇率 其实不太一样 那我只能给你一个 我认为应该合理的一个汇率 就是现在美金一块钱对台币 我认为如果你能换到接近32.7 32.8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汇率 那这个就是要去看 你就要去看银行 哪间银行有办法换到这样子的汇率 那当然肯定银行也不见得会 给你到这么高的一个利率水准 原因是银行它也要赚钱 银行它也要赚钱 而且银行其实都还赚蛮大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再 你再自己斟酌一下好不好 郑宇 OK 好 再来 请问他止息可以做空吗 不建议 因为他 行情无法往上涨 不代表他一定会跌 他可以盘整完再跌 那我认为现在 他会进入盘整完再跌 所以现在你做空 你也赚不到什么钱 我觉得应该是等到 他确定要跌下去的时候 再去做空 你会马上进场马上赚钱 这个我觉得才是 做单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你说知识吗 我觉得是智慧吧 应该是这么说 确定他要去死的时候 再进场 因为你一进场 他就去死了 不是马上赚到钱吗 可是如果你还没确定 他要去死 你只不过想要说 摸摸看他的高点在哪里 那 他也不会这么快下跌下来 所以你就会看他在那边 盘盘盘盘盘盘盘 然后你就会一颗星选在那边 你会心服气躁 而且再加上说 胎子期他每一个月要换约 所以他在那边盘的情况下 你又赚不到钱 然后你可能又会因为 盘整的过程之中 最后合约换约你是赔钱的 那你去让你自己搞了灰头土脸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所以我认为 等到他确定要去死的时候 再去做空 你会赚到钱 好不好 那什么时候要去死 如果你看不出来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来上课 一个是等我直播跟各位讲 好不好 那但你要问我才会讲 好不好 就这样子 好 再来 请问美元后续会跌吗 其实 其实 这波就是诡异在这个地方 瑜伽你看一下 你看 这一周美元指数是往上涨 美元指数往上涨 照理来讲黄金是要往下跌 可是黄金这一周却也是往上涨 你们发现这件事情 那美元往上涨 黄金应该是要跌 可是这一波是美元上涨之后 黄金却跟着上涨 那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就只有一个现象能解读它 什么现象 就是我们讲美元为什么会涨 反观过去的金融风暴 反观过去的金融风暴 每一次金融风暴来的时候 美元都会涨 为什么 因为大家把股票卖掉 或者是把有价资产卖掉 变现 那当 大家短线对于货币的需求量 是上升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货币的价格上涨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有人在变现 好 那景气这么好 为什么要变现 来了 这就是我在讲 为什么要各位小心金融风暴的原因 景气这么好 为什么要变现 很奇怪 景气好 我应该是要投资有价资产 可是 大家却变现 有人却变现 那这个变现 有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散户 他是主力 因为你要变现变购多 才有办法去影响这个价格往上涨 所以已经来了 再来 今天变现 好 变现是一回事 因为当未来有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 还记得过去金融风暴来的时候 我都呼吁各位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都保有现金 还记得吧 过去2020年 我是不是要各位保有现金 对不对 那一波有保有现金的人 是不是都能赚到美元的价差 会差 当时台币最低28块钱 对不对 一美元对台币28块多 是不是 我那时候叫大家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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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 持有现金 这波美金是不是到30多 甚至之前有到33的 在过去保有现金的情况之下 你都有机会赚到钱 那这一波 保有 这波有人变现代表说 有人看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要保留现金 因为当我保留现金的情况之下 未来如果一旦发生金融风暴 所有的有价资产就会往下跌 有价资产往下跌的情况之下 代表我现金的购买力变强 当我现金购买力变强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现金去买进被低估的资产 这样理解这概念了吗 所以这一波货币的价格涨 有人出托出来保有现金 再来黄金的价格涨 那代表后面可能有什么事情 Something wrong 这样知道吗 这个好多迹象都有在解读这件事情 就等那一天的爆点出来 这样知道吗 我真的是在等这天的爆点 所以各位耐心等待吧 好不好因为太多迹象在解读这件事情了 所以呢这一波美元上涨 黄金跟着上涨 那你说美元上涨黄金会不会跌 现在看来黄金好像跌不下去 因为按照我现在这几天我做空 我确实吃了羹 我确实吃了羹呢 你看我这几天做黄金 你看做空我是赔的 你看我还去摸头 2343我去摸头 对不对 2340跟2332我都去摸头 我都被扒了 结果一下 木然回首黄金已经看到2400 那你说我敢不敢再摸在空 不敢了 真的不敢了 所以这个再小心一点好不好 好再来 再来 请问美元后续会跌吗 这个应该就瑜伽问 再来请问一下 3016加金 好3016 我们来看3016吧 加金 没有方向不做 好不好 没有方向不做 加金没有方向不做 哦 没有方向不做 加金没有方向 好不好 哦 而且 哇 整个长线的格局来讲 是下降趋势 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 是你 停损的好机会 好不好 现在这个价格 是你停损好机会 它向下的空间比较大 好不好 加金的部分 哦 好不好 股票并不是它跌得够深 你就可以去买它 不是的 哦 股票并不是你跌得够深 就可以去买它 你看 我相信你可能 有在看加金的图 线图啦 因为它已经跌到过去 2020年的低点了嘛 对不对 哦 所以你觉得说 现在这个价格是可以买 可是问题是 它现在的整体格局 是没有变的 哦 那当然你说 好 我想要逢低买进它 那 按照 按照 按照股票的习性 它一定会在低点 盘整一段时间 而且这段时间可能还不会太短 哦 那我觉得 一张价值 6万块钱的股票 你要把这笔钱放在这边 升资珠王 我觉得不如 你去找寻 其他的标的物 好不好 我觉得加金 现在不是一个 可以投资的像 的一个标的 好不好 哦 加金的部分 好 再来 索罗门 最近一直在看到这次 2359 让他们看他2359 对 AI在那边吵吗 是不是 在那边吵 这个 这个 这个不要做了啦 这个完全无法知道 而且他 已经无法知道 他会找到哪里去了 这是不要做 你 你问我这个 你 如果我跟你讲说 哎 现在103可以进场 你敢做吗 是吧 哦 我觉得这个答案 你可以问你自己啊 你敢不敢在运作多 好 那你在运作多 你的你的根据是什么 好 那你的根据是 因为什么原因 你去做这个 多单 好 那既然你已经有根据 那请问下 你的停损跟停利在哪里 就是跟做生意一样啊 今天你为什么 要去进这个货 为什么你要去卖这个巧克力 你要根据啊 你可以跟我讲说 现在这个巧克力在市场上 热卖 没错 现在所人们符合的这个水准 好 那既然我已经知道 现在是热卖 好 再来 那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巧克力在市场上 的价格 我进货成本应该是多少 那我应该要卖多少 才会有人买 那如果没有办法卖到 我要卖的价格 那如果万一很不幸 这个巧克力的热度 风潮过了 就好像几年前 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吃这个 日本的那个雷神巧克力 各位还记得这个东西吧 雷神巧克力 大家都想要去买 可是呢 当这个热潮过了 这几何时 你还记得 雷神巧克力 所以买股票的概念 跟做生意的概念 是完全一模一样 不要讲买股票 做投资的观念 跟做生意的观念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你有这个根据 你有进出场的价格 你在做 那现在目前你单纯 要我看这个K线图 我只能跟你讲 我完全看不出 一个进出场的位置 那这个就不会是 我要去投资的标的物了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根据 那我就不做 所以你问我 我就跟你讲说 不要做 就不要做 这样知道吗 OK 好 再来 请问日金跟日币 日币我刚才讲过了 日币我刚才讲过 就是154 接近154到153.8 好不好 OK 好 那日金 但日币到达了这个价位 日金就 就 就 也差不多了 就是同样 他们同时的 再来 同学问说 如果美债有问题 对于银行方面 有什么问题呢 那就要看银行方 到底买了多少美债 要知道吗 那我相信很多的银行 都会有美债 都会有美债 前一波美债的价格 一直往下跌 其实我们台湾的保险公司 有一些风险的 因为台湾很多的保险公司 也买了美债 那美债的价格往下跌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这个都是一个 这个都是一个资金缺口 我当时 就跟投资股票一样 我当时美债的票便价值 我可能 可能买100块钱 可是现在因为 美债殖利率上升 我的美债的价格 从100跌到99 989796 到现在可能只剩230 那 可能没有230这么夸张 但是 它肯定会有一个 账面上的一个 未实现 亏损出现在那边 那如果美债 再继续往下跌 或者是长期间 这个亏损 一直持续在那个地方的话 那肯定这个亏损 要弥补回来 就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如果市场上 真的一旦引发了 抛售美债的事情的话 那你接下来就会看到 开始台湾会有很多的保险公司 在抛售他们的固定资产 例如说可能某一栋 保险商业大楼要卖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某一栋商业大楼要卖 哪一栋商业大楼又要卖 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因为他要卖大楼来弥补他的亏损 而且这个亏损通常都不会是小数字 他肯定卖个一栋两栋 是绝对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亏损的 所以他可能会卖很多栋 那当这个亏损出现的时候 那保险公司 他就立即会启动几件事情 第一个 他可能就会去做裁员的动作 对不对 保险从业人员 我先裁员掉一些些 再来就是我开始变卖我的固定资产 那再来就是股价就会跌了 因为传出问题来 是不是股价就跌 股价就跌 那这个肯定会有 会有个股排式的效应存在下去 那如果这波的影响的范围过大的话 那肯定就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 那这个社会问题 如果他再蔓延下去 又因为当时的经济环境不OK的话 这个社会问题又持续下去 那就会呈现一个 一个股排式的一个逆势效应 那就会造成经济严重受损 所以这个都是会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这一波我一直在讲 我就是有这种很奇怪的预感 这一波的问题会发生在债券 很奇怪 我就会有这种想法 maybe 以前我都猜不到金融风暴 会发是会以谁样的形式呈现 但maybe这一次被我猜到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每一次的直播 就会成为 我预测这件事情的 呈堂证供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可怕的 再来请问日债可以买吗 不要吧 好不好 我觉得债券市场 现在不是一个对的时机点 好不好 拜托 再来同学问说 黄金如果波幅回拉下拉 会到哪 有建议吗 还是看不会波幅回拉 直接上去 那他这一波还真的都没有回拉 我觉得他可能会一路直接冲到 冲到终点 好不好 OK 好 再来 请问恒生价格低接比较适合 香港恒生指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HK 现在香港恒生到哪里 不错啊 他现在已经止跌了 他现在止跌了 我觉得他会在低档盘整一段时间 好不好 香港恒生会在低档盘整一段时间 我觉得各位可以开始误设一下 入股了 好不好 可以误设一下 我都已经有讲了 好好误设一下好不好 然后寻找一下中国的特斯拉 这样可以吗 或是寻找一下中国的NVIDIA 这样知道吗 好 找到跟我讲 好不好 好 香港恒生价位 现在 你说做指数吗 我不建议啦 因为他会盘整啦 你做个股比较实在啦 好不好 去找个股来做 好不好 因为他会盘整一段时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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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同学都说 不敢空 好 阿伟 阿伟 阿伟弄了一个会议室 是不是 不错 哦 好 请问1477巨洋的股票 1477 我们来看看1477 呗 这一样没有方向 不要去买他 我觉得他高档了 你们问的股票 这次不要 好不好 高档了 高档了 他高档了 OK 我记得我有 买会员啦 我有付钱 对啊 我有付钱买会员 对啊 对啊 好 OK 好 这次 这次我觉得上不去了 这次我觉得上不去了 不要去买他 这次上不去了 OK 好 2371大桶 这次好像通过乌 对不对 大桶 大桶 福 好 哎呦 上去了 没 等下啊 到75块 大桶到75块 好不好 75块 去做吧 大桶75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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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块 OK 终于有一只比较像样的 我帮你看一下停损多少 比较好 停损50 停损50 等一下 停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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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到75 好 停损52 好吧 甚至54都可以 停损54都可以 好 停损54都可以 好吧 停损54 停利75 好吧 去吧 OK 00678 群益纳斯达克生计 00678 这种 这种 ETF不太需要去分析 这不用分析啊 他 这个几乎是没有 没有 没有方向啊 这是没有方向 好不好 这个 ETF 就K星的长这样 这不太需要分析 哦 投资ETF 你要有信念 你知道吗 就跟这一次00940一样 咳咳咳 你要有信念 抱着他一定会上去的心态 好不好 但我觉得就是 ETF 不用去看他 你知道吗 哦 这个没有方向 好 再来 小鹏汽车 现在 现在 现在那个 中国有好几个电动车厂啊 我觉得那个车子都做得好好哦 我觉得都比特斯拉还厉害 特斯拉 当然我讲这样子可能对于 如果你刚好持有特斯拉的车子 可能对你来讲就不好意思 但是我必须讲特斯拉的造型真的不是这么好看 可是 现在像那个小米啊 那造型还蛮漂亮的 真的 真的 我觉得小米的造型还蛮漂亮的 而且感觉功能是很强的 真的 哦 好啊 阿伟要下去换播了 好加油啦 加油啦 阿伟 所以呢我就讲就是 呃这个 怎么讲啊 我觉得 这一波 未来 未来啊 可能西方世界会是特斯拉的天下 可是东方世界可能会是大陆的电动车的天下 哦 那只不过大陆的部分 他们一次就这么多间 这个电动车车厂出来 应该至少有三间啦 哦 那 这三间到底 厮杀完之后 谁才会是 最强的电动车 现在目前就 陆时谁手无法得知了 哦 可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当这一波的 厮杀 哦 走到镜头 走到镜头 存活下来的 那我敢 我敢讲 这个电动车 大陆的这个电动车 可能会比 西方的电动车还要来的强 因为人家毕竟是经过竞争存活下来的 可是西方国家现在的电动车 当然我们先讲说 排除掉现在的一些车子的现有品牌 可是 现在基本上来讲 在西方世界电动车独大真的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真的就是独大 这是这样 你想要电动车就想要特斯拉 那当然未来 当然还会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竞争因素 就是所谓的电池 那这个电池 这个电池 会不会造成这个电动车市场的大洗牌 我无法确认 但是呢我敢讲的就是说 这一波来讲的话呢 大陆的电动车未来跟 跟这个西方世界的电动车 我觉得会真的是有办法一拼高下 原因是因为大陆电动车的这个产业链哦 他们是非常的集中 而且非常的齐全 非常集中非常的齐全 那像现在特斯拉在大陆 他们的销售状态就很不OK啊 他们现在基本上跟之前同期相比 其实就直接业绩是腰斩了 直接是腰斩 原因是因为价格更贵 然后呢功能却又赢不了人家 那当然大家在买的时候 就会去货比三加嘛 那更何况就是整个修理的部分 整个大陆的部分 那他们的整个修理厂的部分 肯定是会有机会超越特斯拉的修理厂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我觉得未来在看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我认为这一波大陆 它投资我觉得有很多亮点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的下一波的一个整个整体的情况来讲 第一个就是电动车 我认为依然还是一个主流 那再来就是AI的市场 那当然AI的部分来讲 它其实就会包含几样东西 一个就是算力嘛 算力就是AI因为它要大量的运算 所以算力的部分是第一个 那再来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能源 AI是需要能源的 就电啦 所以我觉得电力的部分 这三到五年的时间 我认为这个能源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包括电动车的电池 其实有很多的新兴的电池都发明出来了嘛 例如说现在最近比较红的一个就是固态 固态 固态锂电池 所以固态電池的這個存電的存量會比現在目前的液態的存量還要來得更高 而且能源的消耗變得更少 所以呢這個東西到底能 但是目前現在固态電池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它會有一個重量的問題 沒辦法解決 還有體積的問題沒辦法解決 那這個東西如果一旦獲得到解決的話 那我認為未來這個電池的市場將會有個大翻新 將會有個大翻新 這就是一個這個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其實今天直播差不多也是到這邊 那我們最後來再來工商一下好不好 因為最近的話我們在4月的部分 4月23到25連續三天我們會有這個三件策略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就三天就999塊台幣 等於33塊錢美金 那這個是適合這個交易上手 就是我們講就是你如果剛開始做交易沒多久 你就先來上這堂課 那如果你本身交易已經做一段時間 或者是說你想直接就往最高階去走的話 那你不用懷疑就是直接來三破 那三破的部分我們在4月27跟28這兩天是台中的限下實體課 限下實體課就是直接就是咱們直接face on face面對面 那兩天全天是從早上10點到下午5點多 連續兩天在台中 所以如果本身你是台灣的同學 或是你是國外的同學 你剛好有在台灣的你可以安排一下 4月27、28兩天來現場上課 因為我們現在雖然說我們的三破課程跟三間課程都是有線上的 沒有錯 但是因為三破課程的部分來講 它是線上很多人可能你可能就不會再乖乖的坐在電腦螢幕面前看 所以你要是三破的部分我就建議你來現場聽 很多的同學反應都說真的來現場聽 比在家裡上線上課還會變得更清楚 所以這個是同學給我的反饋 那我同時讓各位知道一下 那三破課程就四萬五啦 因為這是大課 這是大課 那現場課的話我們會有這個 在著收場地費跟便當錢 這個是另外付費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你對於課程的內容你想要更了解的話 你可以右方這個QR Code 去掃下來去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那掃進去的話記得要留言 我們才能看得到你一定要留言 你留言加1加2加3都可以隨便你 那你留言的時候我們的住家就會看到你 那你就可以跟這個住家 我們住家就協助你跟你講解這兩個課程的差別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就是歡迎各位來上課啦 好不好 因為有時候做交易 你真的還是得要有兩把刷子啦 要不然金融市場真的我覺得你說難也難 說簡單也簡單 但是你既然要讓難的東西變得簡單 你總是要有一個方法來把它整理一下 好吧 好那直播間差不多到這邊 還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台股業績也沒有2021跟2022年這麼的好 新台幣重貶資金匯出 為什麼台股可以世界第一強 其實台灣的部分來講 其實畢竟還是有很厲害的供應鏈 我必須講台灣其實還是有很多很厲害的供應鏈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台灣很強的一個地方 因為畢竟台灣是科技重鎮 我必須這麼講 而且再加上說護國神山台積電 全世界現在都缺晶片 你所有東西你都要晶片 你再強的AI你也要晶片 全部都要晶片 所以這一波的一個情況來講 有了這個台積電的這個主體存在 其他的供應鏈在周邊輔助 所以我們台灣的經濟確實是強 我必須這麼講 但是這個有沒有可能是昙花一現 這個是我們後續要去關注的問題 好吧 OK 好啦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好吧 祝各位有一個美好的週末 那有空的同學 不要講有空 你現在就幫我按個讚吧 好不好 影片下方幫我按個讚 好吧 OK 好啦 那就今天直播到這邊 那期待可以在 三破課程或是三件課程跟各位見面 好不好 OK 那我們另外在5月18號 也有我們三破的同學會 也有三破的同學會 那這一次 這次會有三個很厲害的同學上來分享 好不好 所以如果不想要錯過這一次難得的機會的話 各位可以真的好好的報名一下三破 OK 好啦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邊了 好啦 各位晚安啦 祝各位有個美好的週末喲 拜拜